如果就两岸来做对照的话 我们的海巡跟大陆的海景 你说到底怎么比呢 因为一旦是面对到 大陆的渔船的时候 是不是连我们的海巡 都没办法比了呢 连拦都拦不住呢 我们要来讲这件事情 也请教一下这个易修 因为我们最近才在讨论 有关于金门事件 收尾了 要落幕了 都谈了 有沟通了 那是不是就是该 赶快把纷争平息就好了呢 可是怎么现在又有一个 新的事端出现了呢 这个就是高雄籍的一艘渔船 31号在澎湖西美海域 42.5海里处作业 跟大陆的渔船 敏惠鱼1486 就是这一艘 大家看到这个电视墙上 敏惠鱼1486 这一艘船只 这一艘渔船发生擦撞了 所以我们两边两岸的渔船 就发生了擦撞 结果台湾的渔船有受损 而且还有一名飞机渔工受了伤 那么台湾海巡署 马上派了三艘舰艇应处 但是说大陆渔船不配合登舰 然后我们还以水炮 想要把它拦下来 甚至海巡人员还广播 说这是台湾海巡署 请你立刻停船 但是中国的渔船怎么样 就是不理会要求 加速跑了 加速逃逸了 结果陆方渔船不配合 我们的拦舰 蛇行逃走 最后是在海峡中线以西石海里处 反而是被大陆的海警 你看到编号14085 来蓝亭下来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现在当然就是让我方的渔船 我们的渔民 甚至渔民的家属感到相当的不满 因为就说 为什么海巡派的舰艇这么少 为什么你喷了水炮 根本没有用 而且你喷的时间也太晚了 太慢了 根本就起不了作用 怎么保护台湾的渔民呢 易修 刚才主播有提到说 这是个结束 我说错 这是开始 只是刚刚开始 这里面有太多猫腻 我非常怀疑 这是对岸金星部的一个局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看敏惠鱼的那一艘1486 跟中国海警的比例 谁的船比较大 这个渔船看起来好像比较大 那为什么 奇怪中国它一过海峡西边 石海里马上就蓝艇 可是我们派的这个海警船派的三艘去喷水炮 结果是没有办法把他蓝艇 这代表什么事情 这是双向的哦 第一个 台湾海巡根本没有感染 不感染 为什么 因为在金门海警 这个金门帆船案结束的时候 大家记得吗 金门 陆方代表说什么 未来你执法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其实就直接料化了 差不多就像我们台湾话 你给它注意 为什么 因为对方 你看哦 道歉 我们道歉了 对不对 赔款 然后呢 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割地 因为我们把金线市水域 跟海峡中线都丢了嘛 然后呢 接下来呢 真相逞凶 所以五大诉求 人家拿了三个 剩下两个等你再看 所以还没结束 刚要开始而已 在这个对岸的这个代表 他在上船之前 他就料这个话 虽然我知道梁文杰 每次关起门来都在讲狠话 但梁文杰是没努力的男人 就是呢 讲了雄壮威武 做起来笑死人 所以他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几个有趣的地方 这个碰撞发生之后 他马上离开 对 正常来讲 碰撞之后 应该还要 先下来跟你协调一下 或者互相留个方 留个这个联络方式 或怎么样吧 那你就算不想要 给台湾海巡处理的话 那你马上离开 那既然要离开 你要逃 你就逃得远一点 那中国海警就停下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 还有再来一个问题是 这个发生在中线附近 这么接近的地方 我们的海巡到了中线 以前不是 这个就是把他抓起来了吗 怎么到中线 还没过中线 自己先停下来了 中国海警在对面 好像一副话说 哎呀海警你来了 我跟你交办一下 这内容我们觉得 非常的匪夷所思 而且还有 这个敏惠鱼啊 他如果出海的话 根据对外目前是 禁渔旗 休渔旗的话 他雷达一扫就抓到 他怎么还跳这里来的 只有三无船只 听清楚哦大家 只有三无船只 有办法跑到中线以东 为什么 因为他的船小嘛 然后速度快嘛 机动快停嘛 然后又矮 船型又矮 所以雷达扫不到 或者扫到不清楚 所以他就跑来跑去 那这么大的船只 他就算把他的航机关了 他们也是可以 在他出海的时候 你港口都抓不到 难不成他是石头蹦出来的 还是躲在哪个港湾奥 是现在是在玩 加勒比海海道吗 所以其实里面猫力是满满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回应的方面呢 海巡署极为低调 其实海巡署已经不是这一次低调 大家还记得吗 应该在上上礼拜的时候 曾经发 应该是在七月的上旬的时候 发生过一个案子 就是当时中国海警 跑到极背海域 来骚扰我们的渔船 当然我们要骚扰了 然后结果渔民呢 把它录起来 然后报了案 结果海巡就是不出来 最后海巡公布说 第一个 我没看到他 第二个 没人报案 第三个呢 我们有相关应处 渔民气得把影像传到网路上 被媒体 这个给报道出来 但是海巡还是装死 这个其实现在我们的海巡 说实在 两个字叫南违 为什么南违呢 因为上头无能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困境 而这个就是个局 我跟大家预言 多胆预言 这一次 他是在海峡西侧 对不对 海峡中线 但是对岸是不承认海峡中线 你真相一天不出来 这事情没有结束 下一次执法的位置 就在海峡东岸 海峡中线的东侧 而且我就演给你看 就我的船过来 你不敢抓 但是我就抓他 那未来下一步就抓台湾船 很可能会这样发生 所以好戏才正要上演 只是台湾会很悲哀 是 所以这个上次 你觉得是真的 这个后面还有所谓的 这个 更多的纷争吗 那其实现在两岸 急需要沟通对话 以金门的这个沟通对话 这件事情来讲 其实现在你看到 在沟通之后 两岸方面的说法是不一的 梁文杰说梁文杰的 但是大陆国台办 说大陆国台办的 他们也有他们认定的标准 你比方说 这个梁文杰说 这次两岸就这件事协商 是当事人对当事人 那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其实只有回到九二共事 这个才能够恢复 两岸协商谈判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次就是一个沟通 但是这个根本就不是 所谓两岸协商谈判 因为你没有承认九二共事 因此现在变成两边的说法不一 那认定的标准不同了的话 那民进党还要开心 说你看 你看吧 我们没有九二共事 还不是一样 可以跟大陆沟通跟对话 有关于陈兵华最近 我想针对这次金门遗传事件 是这样子 我个人的看法是 台湾方面其实是在浮动 有些说法 当然事情你说解决了吗 但是无论如何遗传 当然最重要的部分遗体 已经送回去了 这件事情你说告一段落 也可以是这么说 但是在现在我们讲说 人家讲说大陆那边 挥马枪讲说 我们要真相 你还是没有公布 最后是怎么样 你的司法什么之类的 大陆其实要的东西是真相 应该讲说不止大陆 它不是个官方要的 其实包括家属 也要的是真相 也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真相的层次 就是一个政治司法 两岸的一个官方层次 还是所谓的司法真相 先前你要公布渔船 公布录影带这些东西 我们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是这样是如何 而才说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最本质的 连家属人要入土为安 与否你也要知道真相 你不能不明不白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向来都是本质堆本质 可是事实上 政治的部分的操作 因为如同刚刚前面 郁星所提到的 各说各话这件事情 这当然都是这样 其实台湾方面的 各说各话或各表歧视 我们从二月方面 从包括海巡署 管闭林非常非常强硬 王定宇那边说三道四 啪啪一大堆 到突然一戴然而止 大家都不说了 都变得好低调 像前面两位所讲的 海巡署的部分 好像很闹种似的 当然我要讲背后 就是美国的力量 如果你搞不清楚 这是美国力量 也变得太外航了 只有美国可以叫台湾安静 可以叫美国叫梁文杰 一直改口 从先前两国论 都骂其骂到 突然变成个安静小猫咪 然后到先前 你看在先前两岸 刚刚把渔船事情结束之后 在整个绿媒 绿媒 我们看到是绿媒 跟外溢的网民那边 就是网军那边 冒出一个东西 就是说 没有九二共识 还是可以谈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扩散出来 所以中国大陆 在先前结束之后 本来想就低低调调 但突然冒出一个 没有九二共识 也可以谈 这样子 当然这个东西 可是触及到了 无论在国台办 或中国大陆立场 什么叫没有九二共识 还是可以谈事情 所以国台办 针对这个事情 可以说连夜 发出新闻稿的部分 来表达这个部分的事情 最近其实有很多 索索税的事情 我都觉得 陈敏华他们都是以置业 我很少看到他们 就大概平均每两天 就要记者会 或发稿子 很难想象 所以这种索税的问题 因此就像刚刚 丽宇哥所提到的部分 易修所提到的部分 说未来会有更多的冲突 或这件事情 我认为未来各种 冲突的部分会有 但是你说这个冲突 是透过民间的骚动的 碰撞的部分 让陈兵华国台办自己 他们都不要睡觉吗 我个人倒不觉得 我认为这次的渔船 这次最先的 确实是怪怪的 但我认为这怪怪 所凸显的部分是什么 因为这渔船是大的 可不是小渔船 我认为他主要凸显的部分 就是我认为他要去 打击一个东西 就是说 你说这个事情解决了 梁文杰在今天 接受广播专访的时候 也又调整成 他说这一次其实还是针对 0214的渔船事件 可是先前不是 他在金门时候 也是讲了一副 可以沟通 可以解决 在暗示 好像就是没有官方 还是可以解决 今天怎么又现说回来 梁文杰现在就是 一个从地狱到 到菩萨到 六道轮回 什么频率 AMFM 他都可以转换 说来说去 你根本不让他在说什么 随便他怎么说了 所以国台办 现在真的拿他没办法 我认为现在是这样子 但我有一个感觉 有个一修有点不一样的是 我认为对于一些很关键的东西 比如说先前说三道 是中国道路的浅见 就在澎湖把你扶起来一下 金门当中讲 他有一个对于政治对话当中的 打脸的作为 但是我认为 中国大陆也没有能力 也不会允许 民间骚动的 无论在金门那边 或者在澎湖 或者在海南中线 太多这种骚动的东西 他们也处理不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应该是 我个人的结论是 东北要是他要锁定到这件事情 就是单一事件 先人道方式的处理 但是中国大陆维持 没有什么官方对话这个机制 但是你台湾这里 无论民间或官方 想要去扩大解释 吃中国大陆豆腐 中国大陆也是寸步不让的 那除此之外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后面影响 我认为还是各归本位 还是回到先前当中 那么中国大陆还是认定 爱卿德政府的一切 还是台独执政这件事情的 大走线不会改变 应援一下 因为很多网友交代 讲半天要有地图的 那当然准备好地图 那这是我们台湾东石 那澎湖 那海巡署给我们的定位 也就是他那个 我们看到这一艘 盛荣才三十六号 他的定位是从七美 那实际上是在 曾经有过的默契的 海峡中线以东 那他在这里发生事情 结果他就很快地穿越 他也不停下来 那刚刚曾经点到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是修鱼器 他们是不是在海上交移 然后交易不成 然后就先桌了 不然为什么他现在在海上呢 其实这件事是很有趣的 另外早就有说过 说我们这一个 就是六百吨的这一个海巡舰 这个就是六一零 也就是六月二号 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 才去成军的永康舰 这次就是这一艘 那你上面还有这一个 正海火箭弹 有效的射程在五公里 一艘船有四十二枚 你是不是武装过当了 其实对于海巡来讲 他们要的是海域执法 不是在海域殲灭 你装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过头了呢 另外那个我们讲到 这一艘那个大陆的渔船 敏惠于一四八六 其实他没有做错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们这一个海巡署长 不是海委会主委 管碧林 那个手把手交出来的 就是如果有登检的要求 不必停留 然后立刻通知 中国海警赶快去辞员 你当初在乱交 现在你就中奖 所以他们有听 管碧林的话就是了 你确实 小经长说的够三 管碧林曾经想当教育部长 所以他现在成功的 没有教育到台湾的渔民 教育到对岸的渔民 非常成功 加油 来来来 一兄那我要请教你 这个梁文杰的话 有的时候你真的听他 翻来覆去的 你说听得懂吗 然后再过来 现在是怎样 是要甩锅就对了 我们来请导播 给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你看梁文杰 这次不是这个 大家讲说 有个针对金门的 这个021的世界 沟通对话了吗 然后梁文杰就说 陆方最初要求 我们的海巡署 先担责任还要道歉 然后陆方不相信 台湾的司法体系 不承认台湾的司法权 所以就造成协商的困难 所以意思就是说 拖到这么久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早该承认 我们的这个司法 那不就得了吗 也就不会拖到现在了吗 所以意思是在怪对岸 是不承认我们的司法 然后再来呢 他现在还讲 蔡赖两位总统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的说法 跟台湾地区 跟大陆地区互不隶属 是一样的 差异指在称国民 还是要称地区 哇 讲了个半天 说什么 之前这样讲 讲了两岸前 太拗口了 所以意思是说 他讲的话 到底是哪一边说的对 哪一句说的是真 历史哥 这梁文杰自从说 两岸是两国 然后又自己 又打脸自己 说两岸只是两岸之后 基本上他讲任何一句话 我都觉得是鬼扯淡 不过有一件事我倒相信 就是他们夫妻就是皮 脸皮最厚 所以非常适合来当民进党官 今天明天招令戏改 随便乱讲 怎么打皮都不会破掉 首先先讲一个 宪法如果可以这样解释的话 宪法丢掉就算了嘛 香蕉跟巴拉长的一样 只是这样比较拗口 所以我觉得 我是不是可以说去你的 那不好听嘛 那再来我们讲这个第二个 我没有看过梁文杰这么愚蠢 就是把陈塘镇共都供上来 那个此次协商转折为何 梁文杰所说的 每一条对岸不是都拿到了吗 对吧 叫你海巡署出来道歉 海巡署有没有道歉 海巡署长道歉 而且海巡署长有一个身份叫什么 叫做海委会常务副主委 也就是我们是用到副部长级的来道歉 然后对岸呢 派的是福建省泉州的近江市的 他用的身份是这个啦 红十字会的高级顾问代表 是完全 所以我才说赏权辱国嘛 割地赔偿投降嘛 所以这个是民进党就这样 只有抗中卖台 没有任何抗中保台的这个成分 好来 接下来我们来请导播哥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好我们来谈谈 现在呢 当然你说民进党的官员 他们很会讲 可是现在呢 是不是也有一些学者让你觉得也挺会写的 来这个我们先说到NCC 大家其实对于这个机关应该也不陌生了 现在NCC呢 当然都在讲说 我们是一个独立机关 我们要正常运行 行政院也是这样说 但是呢 目前代理主委的温伯宗是知道新人事案通过之后才要卸任呢 所以现在温伯宗要继续当个头 可是有两个委员卸任了 卸任前林立于王维金 这两位呢 他们发联名公开信 卸任自白书 直言台湾新闻频道逐步形成正媒共生集团 透过政治媒体的影响力 除了借土地开发牟利 还介入政治 包括人事啊 个案啊等等 严重扭曲台湾的政治亲民 成了当今重大威胁之一 说了这么多 难道是想要为自己洗白吗 引起了在野党立委的痛批了 像赖石堡委员就直接说 你现在是官位做好做满 要下台才发出正义之声啊 还是出于良心的谴责呢 该为任内的代乎职守 向人民道歉吧 叶元支也在质疑 这两个人当立委 当委员期间 甘愿当政治筷子手 把中天关了 现在想洗白 让这个叶元支都觉得 好恶心 来上志 现在是怎么样呢 之前当筷子手 现在良心发现 所以要极力洗白吗 洗白文化 其实也是民进党 在这么多年 在台湾的 政治环境当中 其中的文化 你说 蔡英文现在要出 她的落台妹写真集 不就也是洗白文化吗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她明明都已经几百天 几百多天 都没有跟媒体 跟民众有任何的往来 大家根本没有往来 于是她最后再出一个 然后她都 大家对她的执政印象 根本都很模糊了 可是她最后又洗白出一个写真集 很多好像都在忧虑实证的 在那个地方 然后率领很多人 忙得死去活来 你如果只看她的写真集 你认为写真集是 蔡英文执政的过程 你就会完全忘记 从疫情期间 前后 超过四百多天 完全没有跟媒体 跟民众有所接触 所以洗白文化就这样子 所以我先来看这个两个学者 这两个学者 林绿云跟王艺青 从我在媒体的部分 跟我们在这个所谓的 传播界的资历来说 都是我的晚辈了 可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在担任 在这几年从NCC开始 先前早年的部分 以我的年纪 从90年代开始 我们就是当时在看待NCC 而且在先前担任主委的很多 都是我的教授 我的部分的这些师长 他们都曾经担过 他们在担任期间 那个年代的NCC 他们已经开始 遭受到不同的政治压力 特别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来去到他们卸任之后 他们在担任主委 都没有办法多说什么 卸任的时候 跟我们在私下吃饭 抱怨的一塌糊涂 其实是类似的 当然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林绿云跟王维京 其实就像院长之所 现在巴拉巴拉 讲了一大堆 讲得非常的赤裸 而且这个赤裸程度 不只是所谓正媒 互相的勾搭 政治跟媒体互相的勾搭 而且通过NCC 这很多的决策 这当中定乱 我印象好深刻 还包括土地 包括土 如果你在讲说 什么媒体执照 很多应该财阀部分 有偏见 然后对绿媒比较好 对非绿媒比较不好 也都不好 哎呦赫然发现 他们也都知道 或甚至也要参与 跟什么叫媒体 跟土地开发 因为现在有媒体 有很多要在不同地方 开发新的园区 比如说我住的领口 现在后面那边 有好多就一大坨 媒体园区 也就是这些媒体 本身在取得一些土地 跟一些特别的状况来讲 也要通过NCC 因为这里到股权 后面来签了投资者 所以这里头 背后很多投资者 可能就是跟土地 利益开发有关的 他们都知道 那么传播学者 过去可能 他早知道为什么不处理 他们都知道 可是在这过程里头 无论是他们过去 作为媒体的学者 从来没有在经营 或看过审查 这些土地交易 不乍杂 然后只能在里头 可能很消极 无论如何 但是所谓这种道德勇气 它不是事后 它都很像 我觉得我们过去 在当兵 经常提到 就是如果在服役的时候 遇到很多波评 我退伍之后 我就立刻跟你 把你揭发 可能退伍之后 也没怎么揭发 以前经常是这样 那我觉得这些学者的部分 就是说 现在乍看之下 仿佛离任之后 有一些道德勇气 我认为这个洗白 就是当他们 因为现在戒掉完了之后 回去要回到自己的学界 面对未来很多学生的质疑 他们要自己 给自己的下台阶 写一封信 公开信 有个下台阶 就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可是实质 你在这个位置上 更应该有得到的勇气 更应该有 无论是这个国家 这个人民 所赋予你的 这个独立机构 该做的 你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失职 失去了专业 而这个东西 不会因为你 这一封 这种自白信 揭发了 看起来有好多 过去的内幕 而就能够撇清关系的 好 其实我们就问嘛 这个当NCC委员的时候 为什么不多做点事 那你能做的 当然当时只有这一些吗 然后非得要到卸任之前 然后来提出 所谓的建言 这代表什么呢 那我们看到 连行政院发言人都在讲 委员过去在NCC 蛮长的时间 那NCC是个独立机关 那当然是不是独立机关 大家社会自有公平 然后就说 当时可就其职权做些事 政院对委员说明 没太多评论 就是尊重 来一修 所以现在行政院发言人 都这么讲了 你做了NCC委员 蛮长的时间 所以当时呢 如今何必写这些 是这样吗 情勒性嘛 情绪勒索 真的情绪勒索 我想当好人 我说你之前 为什么当坏人呢 没有我想当好人 我这个自白还不够吗 人都被你杀了 电视台都被你关了 这个时候才出来写这个 可耻 我讲真的就是可耻 这种学的 其实今天中麻民国会败坏 很大程度就是 知识分子的堕落 就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 道德勇气 对抗强权的道德勇气 遥想当年 四六事件的时候 在台大跟师大 我的母校 在抓人的时候 台大校长傅思念 怎么跟蒋介石讲的 你要抓 君警现在要抓我的学生 踏过我的尸体 老蒋不敢进去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学者 当他叫你做出 违反你的良心 违反你的专业的行为的时候 没有叫你踏过你的尸体 没有叫你over my day body 这个初代版 但你至少你辞掉 或者是你就直接爆出来 不是没有学者这样做过 不是没有学者 譬如说之前 魏夫在审疫苗的时候 这个院士不就 这个陈培者不是跳出来了吗 他宁愿丢 这个官位对你有什么好处 没有什么好处 你作为一个学者 你怕没地方去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很可耻 有媒体就在帮他们洗地 说奇言野善 我说什么奇言野善 叫奇言野善情 有够善情的 写着这三男类下 那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那人就在灯火 篮山处放火 你以为 你以为他想干嘛 他们其实是想要跟 这个在野党示好 就是说 我知道现在要开始调查了 NCC 这个一大堆烂的案件 你看陈耀祥干脆烂 这个死猪不怕滚水烫 所以陈耀祥直接躺平 我直接走 那这两个就怕 他跟陈耀祥一样的下场 因为接下来陈耀祥绝对是在野党 重点打击的目标 而且一定要重拳出局 因为如果没有重拳出局 那在野党也废了 因为就算国会而已 是立法院 那全部都端给赖清德 那这样好了 赖清德也不用再 这个再假掰了 直接宣布我改名赖世凯 直接当袁世凯 直接当总统皇帝就算了 所以现在其实这个里面 他写了很多 不过我帮他做一个总结 因为四大点 直接点名 里面 你就直接点名到姓就好了 你就再讲三例 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里面讲那么清楚 比如说他讲了 这个台湾正媒共生集团 透过了业配置入政府标案 谋求土地开发利益外 也介入政治政府领域 人事个案政策 失去分纪 全台湾你知道 我觉得台湾的媒体 现在真的很扭曲 怎么样 讲真话的电视台被关门 然后介入政治里面 拿自己名字 当派系名称的老板 他可以吃香喝 然后他快病危的时候 总统是坐空军药去看他 是谁 不就有个叫阿海的 他可以 他今天就改叫友园会 为什么 因为阿海已经不在了 那如果要介入呢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有个叫阿旺的 他说我要成立旺派 你看他会不会死在地板上 就这样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这些委员 这些大学者们 真的不要再丢脸了 不过我必须说 我们也要看企业野善 我还是最后一点点价值 肯定他们把这个拿出来 我一个学历史 我可以很负责人告诉大家 未来如果十年二十年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份的时候 这一份会是最肮脏的 但是最给力的呈堂增购 是最好用的reference 跟citation 真的就是这样 好来 小建长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疑惑 小建长 你对于NCC也可以讲两句 那我是世新大学 新闻研究所的硕士 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这两位老师 他未来就是要回到学校的时候 他说我有提出 我是有批判性思考的 绝对不是跟着这个NCC一窝子 他只有在最后一天讲 那刚刚历史哥讲了说 有关于这一个 那个历史哥直言不会的 讲到三里 其实不只有三 对 你要不要对于这两位老师 你要不要对于 那个当初中天新闻是怎么关的 你要不要表达看法 静新闻你是怎么开的 你要不要表达一下学长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卤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 还有大量的黏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观看